各位好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關於群眾的力量 不好意思說我被揍到 就我做的非常好意思 那我先稍微就是 自我介紹一下 你們可以打 你們拍照你們比較帥 好好好好 他們沒拍就被操 你應該會比較帥一點 然後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那我叫Buru Buru就是那個藍德的英文Buru 然後我實際是一個工程職 那我本身目前有在經營一個大技術社群 那就是現在現在有人在照射照 所以我就不介紹 那因為我就是 寫成字還蠻多年的 所以我現在就是想轉型 就是說能不能加強 就是所謂正常的user上面的寫成字的一個精進 所以我現在就是 就是積極 就是這個東西 就是有寫成在改造社會 那我先請大家就是先思考一下 就是台灣這幾年的國際的狀況 就是 國際地位還蠻低穩 那我先請大家思考一下 到底是所謂的政治不安定 還是所謂的經濟不穩 還是所謂的就是民眾就是 對自己失去的信心 對 不過在思考之前呢 我想先請大家就是 別忘了一件事情 就是一百年前 就是有一個人他提出一個就是 就是我追求中國的自由平等 不需要喚醒民眾 就是要他奮鬥出一個新的中國 可是呢 我想跟大家講就是 其中群眾的力量 其實一直都在我們生活之中 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我阿公的故事 大家知道我們水果是什麼吧 他是 芭樂嘛 那其實芭樂最有名的是哪個場地 燕草 對 燕草827就是 以我阿公為主的農民 大概二三十年前 就是 因為當地就是 高雄的甘鐵業新的 所以造成當地很多農民就是 轉行 但是有一部分農民 他們還是願意留下來 可是他們也同時也很憂心 說 是不是當地的農業就會救死 就沒了 所以有一個農民 他就提出一個就是 高精致價值作物的 就是在地化的農作物 他提出一個想法 然後 他們那一群農民 他們就是 第一個做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呢 就是 他把技術公開化 然後把這個技術就是 推廣給就是包含燕草周圍的農民 就是他們想要做造出一個就是 大家都在種芭樂 對 結果後來就是因為 就是 因為在地化然後 技術都公開 所以很多人都慢慢投入 那第二點就是 剛剛我提到 其實很多轉行農民 那些農民因為他們轉行 就 就賺了不少錢 然後他們賺了不少錢的時候 就是對 就是一家鄉 有一種想要回饋 所以他們就捐錢 還有出幣 就是 幫忙推廣這電潮芭樂 所以你們現在主要知道 因為電潮芭樂 就是為什麼會那麼有名 就是因為他賣給7-11 就是因為 就是 小弟阿公 二三十年間所努力的事情 就是 其實這樣的故事啊 就是大家說 就是一個 可以養活幾世大的一個產品 就是 天時地利人和 就這麼淡神的 對 但是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 就是 我們 即使到現在 我們也可以用群眾力安 做一些改變 那我是B班加國父 他雖然就是起零明智 可是呢 他也算就是 當地 當金最優秀的金鷹 變成炮灰 就是 大家都知道 對 然後呢 其實啊 我認為就是說 世代革命其實不去只有熱血 我也是拋頭 他講這個 OK 那我是 因為我是一個工程師 對不起 因為我是一個工程師嘛 我很推崇 就是工程界 有一個叫做 OpenZone的概念 我先就是 稍微介紹一下 OpenZone就是 就是我 就是把我自己的一個產品 公開出去 讓我們免費使用 然後我甚至就是 放棄我的主作權 也就是說你如果 對於我的產品 有任何一個改進的方法 或是一個 建議 你可以隨時來編輯 那麼這個產品啊 就因為結合了 所謂動人的智慧 所以它會變成一個更完美的服務 對 也就是說這種OpenZone 其實在我們工程業界 是非常正型的一個觀念 那也就是 我想過說 欸這個 OpenZone的觀念 可不可以拿來就是 由於在社會 所以我就加入了 就是臨時政府 就響應他們的 寫成 自改造社會的一個口號 那我們其實有幾個 他媽媽 有序的專案 第一個就是 之前 大家看過這個吧 就之前王金平 搭飛機之前 那個 周小姐 他發了一個假的新聞 繼續假的 他就說 欸王金平今天 今天晚戰到台北 要罷免馬星球 那我一開始 其實小滴還蠻期待的 結果後來發現到 他騙我 這件事太過分了 所以呢 我們其實 聯繫政府有一個新聞小幫手 他就專門幫你檢舉 就是說有一些 就是不屑的這些新聞來源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這個最近還蠻後面的 OK 拿開一下 上夜大家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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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到避受 回到避受 上夜大家拍 好 OK OK 嗎 OK OK 好 那大家記得這個事件吧 這個事件有一個名詞 叫做 拆家記 拆家記 拆家記他其實 其實這個介面 重點是這個介面 這個介面它其實就是一個盟點 大家有聽過嗎 盟點就是一個民間版的教育部的國語詞點 它是我們發起一個叫做黃文漁民 因為這個教育部的國語詞點 它很多文藉的智慧是非常符合現代 第一個 然後很多就是因為就是過期了 就是也沒有人在更新 所以我們發起了這個民間版的國語詞點 不過它還有一個很特別的是 除了很適合就是小朋友看 因為它有個注音符號 它還有一個客家版 還有民間版 不過我這邊就沒有先貼上去 它可以多許猛點 猛點就是那個很猛的猛 OK 咦 怎麼沒有畫面 完全沒有畫面 我們有最後一個就是 那個叫做什麼 紅燈秋之線 的那個聯絡網 可以讓民眾就是快速了解一下 這些就是人物的那個關係 好 那其實我們對於最近十字新聞 有一些很有趣的 比如說像是GNO22K 它這個的話其實 我們曾經被那個那個廠商搞 為什麼呢 因為他們是說我們貼不限時期的資料 可是事實上我們這些全部都是 從他們的104抓下來 而且我們還幫他們大廣告 你知道嗎 對不對 還怪我們 這是超免 對不對 好 然後其實就是球職小方 手機在104 我們有一個就是這樣的套件 大家可以去使用 如果有找工作的朋友 可以玩玩看 那其實就以上這種時事新聞啊 我們也有一個就是一個正式 它可以讓你它記錄了很多過去發生的直播新聞 因為我們發現到說很多媒體啊 因為新聞潮水會走壞 所以它造成說 會有一些就過去的事件 我們就當萬掉 結果那些事件就完全都沒有 就變得沒有關係了 所以這個平台它就是一大堆 希望大家就是能夠回去 回想一些就是過去發生的事件 好 那其實因為林執政府的本身 最開始的是在做就是資料視覺化的部分 那我們做了很多就是關於立法院的 上次這張圖可以很明顯的感覺到說 藍軍的跟綠軍的啊 還有政治哪個立委有投票啊 或是哪個立委 這是沒有出席的 那還有一個就是針對就是立法院的提案 就是或是譬如說 今天一個國民黨提案 民進黨提案 其實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是 每次法案修改的部分啊 我們都會都會強調 就是讓民眾可以快速理解到說 這些法案到底修改了什麼 因為過去我們都會從新聞媒體上得知 這是一個很未被修飾過的一個報導 所以我們希望民眾能夠去去使用 對對對 那還有立法院的那個會議 就是關於就是各主席的一個就是出名 那還有一個這樣就是這種就是 欸 那個什麼 這個 中間政府 中間政府預算啊 它我們有可視區的話就是一些圖表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股量啊這些 那 它有一個就是 其實有很多嘛 很多東西我們都是還有很多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但是我想跟大家強調一點就是說 臨時政府的組成其實不是只有工程師 它其實還有很多來自各行各業的 比如說你是律師 提供你的律師的專業 然後你是一個會計師提供會計師的專業 其實我們最重要強調的就是 群眾力量不是只有你和我完成 而這就是每個人都可以在自己的專產上 讓它更新一點點 然後 這會不會變得更美好 謝謝大家